哈喽,各位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Fiona老师,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学什么吧,今天我们会学的是不挑食,不挑食,什么是不挑食呢? 不挑食就是你们有吃饭,有吃菜,你们有吃很多很多的水果啊,还有很多很多健康的食物,这个就叫不挑食。 好,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学的字,第一个字是什么吧? 好,首先我们先来看这张图片,这张图片里有胡萝卜,有西红柿,有青椒,有黑豆,还有洋葱,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字是什么呢? 第一个字就是菜,菜,什么是菜呢?你看,这个就是菜,因为它是一个草字头,所以它就是菜,然后我们来看一看第一张图片是西兰花,西兰花,你们有没有人喜欢吃西兰花呢? 还有西红柿,西红柿,西红柿,你们喜欢吃西红柿吗?你们喜欢吃大的西红柿还是小的西红柿呢? 还有第三个就是胡萝卜,胡萝卜,你们能告诉老师胡萝卜是什么颜色的吗? 对了,胡萝卜是橙色的,橙色的,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下一个,你看,这个男生他手上拿着这一碗东西, 白色的东西是什么呢?好,就是米饭,米饭,米饭就是rice,OK,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这个米饭的米,你看它这里像不像我们吃的一粒一粒的米,所以我们就叫米饭 好,我们看下一个,哇,你看这个男生,他手上拿着一个长长的东西,又白色的,那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原来他拿着的是面条,什么是面条呢? 面条就是noodles,就是他拿着长长的面条,你看,这个像一个碗,然后里面装着面条,然后你拿着筷子吃,这就叫面条 好,好,好,我们来看,这一张图片,你们应该都会很喜欢的,让你们猜一猜它叫什么名,好,我数到三,让你们猜一猜,一,二,三,答对了,这个就是面包,面包,你们有谁喜欢吃面包吗? 好,我们来看一看,你看,你看,包,这个就像包子一样,包子我们可以拿来吃的,包子,好,我们来看,嗯,这是什么呢? 这树,这是一棵树,树上有很多很多的苹果,所以我们要学的字就是苹果,苹果,你看,这个果,苹果的果,它就像一棵 大树一样,然后它上面有很多很多好吃的苹果,所以这叫苹果,apple,苹果 好,为什么有两个黄黄的还会跳舞的,它们是什么呢? 它们是香蕉,香蕉,因为香蕉是黄色的,所以就是香蕉 好,我们这里有四条香蕉,一,二,三,四,有四条香蕉,你们喜不喜欢吃香蕉呢? 我来看下一个,哦,这个我们要少吃,少吃,我们要少吃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不可以吃太多的,我们要吃一点点的东西,是什么呢? 第一个,哇,这里有很多很多什么呢? 对了,很多很多的糖,糖,我们不可以吃太多糖,因为会掉牙,所以我们不可以吃太多糖,糖 好,我们来看,这个是什么?当生日的时候,我们都会拿来吃的,是什么呢? 蛋糕,蛋糕,对了,这就是蛋糕cake,蛋糕 好,你看,这蛋糕的上面像不像插着两根蜡烛,所以我们就叫蛋糕 好,这一个,哇,还有很多很多不同口味,不同形状的东西,叫什么呢? 给你们猜一猜吧,一,二,三,答对了,就是饼干,饼干,你们喜不喜欢吃饼干呢? 你们喜欢吃牛油饼干,还是巧克力饼干呢? 好,我们看下一个,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好,等一下第一个字,老师会给你们猜一猜,让你们自己先读,然后我们再一起读 好,看第一个字,老师数到三,你们自己先读,然后老师再教你们读 一,二,三,对了,这个就是菜 菜,菜,我们要吃菜,对身体好,菜 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米饭 米饭,你答对了吗? 这就是米饭,rice,你看它这里有一粒米,两粒米,三粒米,四粒米 它就是米饭 第三个,一,二,三,对了,它就是面条,面条,noodles,它就是面条 还记得这里是一个碗,然后这个就是面条,然后上面我们拿着筷子吃面条 好,我们来看,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面包,答对了,这是面包 好,接下来,这个它是一棵树上,它长了很多很多红红色的东西 我们叫什么呢?对了,它叫苹果,苹果,apple,苹果 好,这个还记得吗?有两个人是黄色的 然后,它叫什么呢?一,二,三 对了,它叫香蕉,香蕉,很棒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我们要少吃 少吃什么呢?一,二,三 对了,我们要少吃糖 糖,我们要少吃糖 下一个,还有,还记得吗?这张图片 刚才这张图片,它有两个什么呢?两个蜡烛在上面 我们生日的时候都会吃它的 这个叫什么呢?一,二,三 对了,它叫蛋糕 蛋糕 好,最后一个我们来看一看 它有不同不同的形状 它还有牛油口味和巧克力口味的 它叫什么呢?一,二,三 对了,它叫饼干 饼干,很棒 耶,好 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里了 谢谢各位小朋友,再见 很新鲜